1.硬塘狭窄 硬塘着两眉之间的位置 硬塘狭窄代表同样心胸狭窄 表面落落大方 内里精于计算并掩藏着内心的想法 只要行动对自己有利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别人 大家要避之则疾 2.眉毛短浅 表面上性格活泼 说话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 其实暗藏奸诈 在未有出现利益冲突 绝对不会对你使出心计 但是如果出现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的局面 就立即变成另一个人 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有如披着羊皮的狼 3.眼小如痘 眼小的程度几乎看不到眼白 代表其人心胸狭窄 表里不一 表面看似天真无邪 其实内里待人处事机关算尽 4.耳波无肉 表面上看似是个无意见 其实是暗箭高手 暗地里处处与人为难 大小通吃永无知足 精于计算对手 难以接受别人表现比自己好 或事业比自己有成就 会不顾一切的 运用下三流的小计谋 坏人好事 损人又未必不利己 幸好杀伤力通常不算太大 5.阴准勾鼻 不论男女 都是攻心计的超级高手 亦是玩办公室政治的专家 心术不正 自私自利 为求目的 不择手段 只会着沿自己的个人利益 认真要小心提防 不择手段 我看的 不择手段